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周信芳仍然是戏子 他的命运掌握在达官贵人 戏院老板 帮会势力手中 久而久之 即使是红遍一方的周信芳 也变得负债累累 生活难以维持 为了躲避戏院老板的欺诈 这个奇派京剧的创始人 也不得不被迫离开上海 带着妻子儿女 辗转于全国各地 在此过起了跑码头的生活 有感于灵人地位的低下 周信芳在1929年 参与创办《黎原公报》 呼吁发表我们的意志 辩驳他报欺我们的屋檐 激发同志们的精神 他写了 最苦的是中国灵人 社会对于灵人太薄了 还有一种人 拿灵人当作鱼肉 任意宰割合欺骗 1931年的一天 周信芳在化妆间看到一张晚报 得知九一八事变 他突然拍案而起 愤然地与戏院老板 和戏班同仁说道 我们不能像江太公那样 在稳坐钓鱼台了 我们不能再演封神榜了 我们要演也能唤起民心的戏 周信芳夜以继日地编写了 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 其中有明末遗恨 红尘筹董小婉等戏 明末遗恨 写明末闯王兵为北京 崇祯皇帝夜行巡视 见军事面有积色 意志消沉 就夜访各大臣 叫他们募捐军饷 明末遗恨演了半年 天天刻满 而当周信芳 写崇祯皇帝之口 说卖国的汉奸何其多 台下轰动了 而在1951年抗美援朝 周信芳排演信林军 讲述林邦遭受入侵 生灵涂炭 信林军不畏强暴 英勇救援的故事 他组织一演 全部收入 为抗美援朝购买了战斗机 上海的京剧界群情激愤 演出盛况空前 周信芳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力 他想把半辈子的舞台经验 传授给学生 时常从京剧院的 一楼到三楼上下来回的 巡视年轻人练功 并且亲自演示 晚年他曾经用探心 求心 创新 更新 来概括自己一生的艺术探索 世人以奇迹赞许 周信芳认为流派 不应成为宗派 强调在基本功之上 根据自身不同的特点 传承和发扬京剧艺术 百花齐放 为的是 推陈出新